大家好 之前做了一期视频是关于Ledger Live怎么翻墙去连外网 我看也有相关的小伙伴在下面留言 也有相应的一些小伙伴在观看 然后趁热打铁 最近反正大家也知道Ledger的新产品Ledger Stacks 然后发布了 本期视频主要是首先先介绍一下Ledger Stacks 然后再说一下就是作为我们来说 比如说想购买Ledger产品的小伙伴们 怎么去选购这些 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 怎么去选购相应的产品 对吧 好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看两个视频 视频是前苹果公司的首席设计师 Apple的之父 Tony Fidel 在发布会上相应的演讲 然后我截取了两段我个人认为比较核心的内容 也就两三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先把这段视频的流程给大家说一下 他其实想干什么事情 他其实说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想转账给他 对吧 这个就代表他的那个 就是Tony Fidel的 他说他的钱包 然后他展示了一个QR Code 然后他朋友呢 到时候会扫码 扫码以后呢 输入相应的金额 把相应的钱转给他 因为 然后当中呢 就是需要和他自己的一个 Ledger Stacks的钱包做相应的交互 就是需要进行相应的签名操作 大致的一个流程就是这样的 他会给他一些 Ethera 他会给他一些Ethera 他会给他一些Ethera 我可以等待 那是我的电话 他会给他 他会拿到QR Code 正好里面 和新Ledger Live 和他会给他 $2 Ethera Ethera 是充满? 是,Remy,是,Remy 他在调查账截,继续按钮 然后他继续保护,结束那些账截 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在E-Ink的标准上 所以这就是这样的效果,很简单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段视频 Ledger Stacks can magnetically and delightfully hold themselves together they literally stack like that here's five of them right there and on the spine you can actually see what each of them are because of that beautiful ink display wrapped around the edge isn't that pretty freaking cool? Loxys,so satisfying so this is what security feels like secured by ledger,designed by the ledger team 好,他这段的话其实就是,他为什么叫ledger stacks 他其实也有他的道理,你可以买多个对吧 然后粘在一起,他有那个相应的那个磁吸的一个功能 可以,可以,可以吸在一起 然后吸在一起呢,他刚才说 他刚才也说了,从那个ledger stacks的,他的侧面 他的屏其实是延展到他的侧面 从侧面呢,你也可以区分出哪个ledger 就是具体哪个ledger是哪个嘛,对吧 你有可能买三个,一个是存,一个是放NFT的 一个放Bitcoin的 然后剩下一个放Altcoin的,对吧 然后光这三个你叠在一起,你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嘛 他这个东西我看了一下 他可以就是设置哪个ledger 相应ledger的那个名称都是可以设置的 然后其实这两段视频 基本上就是涵盖了他相应的核心的一些功能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他那个ledger官方网站上面相应的信息吧 我也不用OBS去录了 我就直接这样录一下也可以 我觉得效果也还可以 对吧 然后他还有个特性就是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NFT 作为就是 作为一个像屏爆一样的东西 就是你的ledger打开以后 你的ledger stacks打开以后 就有相应的 相应的NFT可以显示在上面 那就是这样的 但由于他是水墨屏的嘛 对吧 然后那肯定是黑白的 然后最近我顺便也看到了那个推特上面 已经有相应的人在研究这一块东西 就是想就是就是他他他他也想称个热点嘛 你你相应的NFT可以放在这个上面 他设计的NFT呢 可以非常适合贴合的贴合你的那个ledger stacks 这个是题外话啊 好 然后再看一下再看一下他购买他比较恶心 他购买的话就是他这样的一种是一种是你直接去preorder 对吧 你去下单 下单以后你付钱以后呢 拿到货要明年三月份 对吧 然后其实你想想ledger ledger在这个时候发做一个产品发布会 那正好是之前那个相应的中心化交易所 对吧 FTX爆雷后的那个事情 其实也是想趁这一波嘛 就是大家觉得我的资产放在那个中心化交易所不安全 对吧 大家都会把钱现在现在都是应该会养成好的习惯了吧 把相应的资产那个提到相应的自己的冷钱包当中去 所以他就先发一个这样的产品 那相应的相应的发货 相应的发货会比较慢吧 对吧 你先先回笼一下资金嘛 然后再生产也是可以的 嗯 然后还有一种购买方式 他是这样的 他是就是你可以去 我看了一下 你是可以通过ledger live当中的那个market 然后你去 你去买他的 你去连接钱包以后去去mint的bundle 然后就是通过那个通过以太坊吧 通过以太坊的话 你mint以后呢可以得到两个NFT 一个NFT呢 就相当于你等于是购买了那个 购买了一个ledger stacks 你可以他这边也说了 可以freedom this NFT for ledger stacks 然后他还会送你一个free 就是一个protective case for ledger stacks 一个保护套 然后这个事情可以在12月19号开始做 然后真正的就是发货的话 他也是说要在start shipping by the end of March 对吧 2023年 然后这也是一种购买方式了 然后另外这种购买方式 就是看上去好像更加划算一点 你还可以得到一个NFT 你还可以得到一个NFT 可以用这个NFT去mint Redmart artwork from the arton ledger stack collection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你另外可以 可以在那个2023年的3月份 就是在这个Lmarket上面去得到一个NFT 就是你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这个价钱我看了一下 比那个比他直接买ledger的话 要稍微贵一点 这个是你看 直接买ledger stacks的话是279 对吧 这种方式的话 你目前啊 当然他是 当时当然他那个以太坊 现在按照以太坊的价格来看 他现在是284 反正是差不多 就是他送个送个保护套 然后呢还可以多一个NFT 可能这个NFT到时候也可能满值钱啊 什么这个就说不准了啊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就是接下来就说一下 说一下我们 比如说去买去买相应的产品 应该怎么去买啊 就是怎么去选 因为目前就这三种 一种嘛 一种是ledger stacks 然后ledger nano x 我自己是ledger nano x 自己买了个nino x 然后还有ledger nano s plus 然后stacks 它们之间的区别 其实我研究了一下 你看你看这一张图 就基本上 它们之间的那个区别就差不多了 一个你比如说是蓝牙对吧 支持蓝牙的 它不支持 就是 就是它可以 它们都可以直接通过蓝牙连那个手机嘛 对吧 它当然是直接通过那个有线的一个传输了 然后touch screen 它们都不是touch screen 然后支持的那个操作系统 你如果插线的话 Windows MacOS 都是支持的 对吧 你如果用手机的话 手机的话 它就是安卓和iOS 它们都是支持的 然后它只支持安卓 应该是可以连线插到那个安卓上面去 然后是customize 就是可定制化的 它们是不可定制化 然后其他都是一样 其他都是一样用的 然后呢 然后这边你看 以前是没有 我记得很早以前是没有这种color的选项 现在是有相应的color 它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就是刚才不是说到了 我比如说ledger stacks的话 我那个屏幕包裹到侧面的嘛 我可以定义这个ledger stacks 它的名称的嘛 我从侧面可以区分 它不是可以粘在一起以后 从侧面都可以看得出 它名称是什么 对吧 然后像这种呢 这种其实是区分不出的 所以我觉得它也是有一定道理 它通过颜色 我比如说我 我多买几个 我买三个 对吧 我就通过颜色来区分 我这个ledger是派什么用餐 那个ledger是派什么用餐 对吧 那作为我个人来讲 那首先这个东西肯定好用了 触屏的 操作起来也方便 对吧 然后像 像 像这两种的话 不是触屏的 不是触屏 确实是比较麻烦 我一开始 我比如说我这个东西 需要那个设定密码的嘛 我一开始解锁的时候 我需要输入密码 输入密码就是 反复的这两个按键再去按 比如说 比如说数字的 你按一下就加一下 按一下就减一下 然后确定完这数字以后 这两个按键要同时按下去 然后我目前用的这个 来叫x呢 这个按键其实我自己那个x 已经不是很灵活的 就有的时候按下去弹起来 那个效果已经不是很好 对吧 按多了肯定会有相应的这种问题 那作为性价比高的话 我个人还是推荐推荐他 因为不管怎么样 你这个东西 就是说穿了最后那个 Ledger Live 那个东西 你肯定是要装一下 不管你那个相应的 他那个系统升级啊什么 你Ledger Live 你肯定要插到电脑上去去做这个事情 这个是你是逃不掉的对吧 然后其他的功能 其他的功能也有 所以你如果没买的话 你可以买一个这个 买一个这个去玩玩 Ledger Nano X 价格也便宜 对吧 当然你觉得不是很爽 就是我还是要稍微好一点 我可以通过那个手机蓝牙去做 我平时还做相应的交易 那不用每次交易 我都要插到电脑上面去做 对吧 那其实这个 那从这方面说 其实你如果有这样的需求 你买Nano X 其实性价比更加高一点 就是更加适合你一点 对吧 你如果就是囤币 我也不是经常做交易的 我到时候我买完以后 我就是往冷钱包里面一放 然后隔很长时间 那比如说像那个四年一个周期 对吧 我先囤币 我最近可能要开始囤币了 那到时候 等牛市的时候 我再去出手的 那像类似的 其实还是买Nano X 那Stacks就不说了 Stacks你 当然是最舒服的一个 就是使用起来 操作起来 肯定是最方便的 对吧 你比如说像他那个 比如说一开始要输密码什么 那肯定不会像这种的 那肯定是上面 既然已经是触屏的 对吧 你肯定上面可以输的 然后相应的 相应的 你比如说要交易转账的时候 刚才那个视频当中也看到了 都是按一下 滑一下的事情 像这个 你都要两个东西去click一下 去按 然后我相信相应的 那个做transaction的时候 显示估计也会更加友好一点 这个你比如说transaction 就是你做交易的时候 你要需要做签名的时候 其实签名的那一堆东西 你都看不懂 不知道是什么 当然这个也是看不懂 但是用户体验可能会好一点 就是他软件上面支持的 会更加好一点 更加友好一点 让你知道这 比如说这一步是做什么 那一步是做什么 对吧 然后 好那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边吧 那觉得 觉得我 这期视频 对大家可能有点帮助的话 希望大家订阅点赞 关注我的频道 好 再会